这个戏 我们拍了将近六个月 动员人数最多 动员人数最多 那我觉得对我最困难的事情是 我怎么样把每一个钱用在一个 你看得到而且非常精彩的位置 以及故事要非常的动人好看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年轻导演 包括像是 孔子选李清荣导演 加上所有电影的摄影声音美术 我们整个把它完成了一个 在现阶段台湾市场上 不容易看到一个很独特 複合式类型的喜剧 我们的团队就是像家人啊 大家都会互相照顾 然后非常尊重每一位演员 很感动的地方 而且它向心力都很强 而且很团结 我觉得很棒啊 这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 就一直很期待 这几个大场面 要如何的呈现出来 之前所谓的类型片 但是我们 比较没有机会参与到 但这一次就是算是 满汉全席 一网打进 我觉得这个很饱 什么都有 最辛苦的 就还是工作人员 随时在五点四五点 就已经起床准备梳妆 这部剧才有办法完成 因为我有追踪 工作人员们的Instagram 就会看到他们 这么早就出发 或者是收工完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讨论明天的东西 洗衣服什么的 一方面觉得真的很辛苦 可是二方面就觉得 他们真的很专业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 我还是觉得很感动的 自由 他只穿这样 关心老大 两关心老大 不要看这边了 好 再来再来再来 走 走 不要这样 不行 好 等一下 有额角这一块 那个红要少一点 好像是红更黑色的去 这画真的真的是 超级精巧的 就是一笔一笔 这样子雕上去 小绿绿的特画那些都 也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的 剧组真的非常的用心 在呈现这样子的 诡异幽默 或者是感动人的部分 用九零 不是你就用九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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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讲会得罪很多剧组 我觉得这是我遇过最暖心的剧组了 遇到这个剧组让我重新爱上演戏 有非常多的大场面很难拍的镜头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游览车翻覆 一到那个现场就是真的一大台游览车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啊这个是大制作 然后我的心脏不知道为什么跳得非常快 我觉得那是因为它连结到了很多真实的灾难现场 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场的真实感是很强的 你基本上你在那里就会有感觉 相信我们最后完成出来的作品是可以让大家得到很大的感受 都让大家发得更快 中文字幕参加了很久